低利率下按揭再融资划算吗? 当前随着美国房贷利率接近历史低点 你可能会考虑房贷再融资换一个低点的房贷利率 但是再融资也是有成本的 有美国媒体认为 再融资也要先回答完下面四个问题再说 问题一 与我的财务目标符合吗? 低利率本身并不是再融资的理由 但取决于你想做什么 假如你要从30年降到15年 你的月工会大大增加 有时人们高估了自己支付更高工资的能力 然后出了问题他们就很难做到 还有任何拥有可调利率抵押贷款的人 都应该抓住机会锁定低利率 而不要选择浮动利率 问题二 再融资值这个成本吗? 要确定你能从再融资中获得多少价值 你还要考虑到再融资的成本问题 因为再融资也要有一笔注入评估费用的成本 这些成本约占贷款总额的2%到4% 如果你的结算成本是3000美元 你可以通过再融资每月节省200美元 那么需要15个月才能收支平衡 尤其是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家庭来说 问题三 我能负担得起结账费用吗? 现在美国的贷款人喜欢兜售低成本或无成本再融资 但别搞错了 你最终得为再融资买单 目前市场上大多数财务顾问建议的选择 就是让你提前支付这些费用 还有另一种方法是把它们放进你的贷款中 但这会使贷款数额更高 而且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收支平衡 问题四 再融资的陷阱是什么? 像任何事情一样 再融资也有它的缺点 以现金支付再融资为例 这让你可以再融资抵押贷款的剩余部分 以及更多的钱 前提是你的房子有足够的股本 而财务顾问对这是否是个好主意意见不一 这取决于你想用这笔钱做什么 如果你倾向于信用卡债务 再融资可能会放大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